PaperMate 一个大家没那么熟悉的美国文具品牌 就让我来说说他的故事 他可是作家最爱的 日本知名作家春上春书的书桌上 有两辈PaperMate American铅笔 他说偏浓黑的凸凑感握起来刚刚好 米拉的黑武士铅笔 在美国恐怖作家Steven King所写的小说 黑暗之半里成了杀人凶器 每一只笔因为使用者的习惯写的内容 而有了不同的生命历程 1940年代PaperMate创办人Patrick Frawley 研发出不会露又胯干的墨水 隔了原子笔的命 还找来当时人气隐形拍摄广告 看看那张包着尿布的婴儿广告 主题清楚而明确 知名文具收藏家Max Pride Room主理人George说 Oops Non Pucks 马里布等1960年代70年代的PaperMate原子笔 金属笔身可替换墨水 在当时可都是创职 币身花架的Oops Non Pucks 或只出现在电视影集广告狂人里 更延伸出同名舞蹈 PaperMate特色在于笔杆滑顺 给了人更宽广的饭错空间 粉红珍珠香瓶擦独创的四个尖角 能只擦到细小处 嗯还能成为告白道具呢 PaperMate早在1979年 就研发出可擦式约翅笔Azermate 虽然不少人说文字正被淘汰 不过就如同PaperMate创办人Patrick说的 我们要在这个世界留下痕迹 就是我们写名字